哈喽大家好 大家知道怎么追踪网页的浏览深度和网页上按钮的数据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我们将通过GTN和J4来追踪 我们网页上的浏览深度和网页上的按钮的数据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有三块 一块是怎么去从wordpress后台安装GTN 一个是怎么通过GTN来设置我们要追踪的数据 最后在J4的报告上呈现出来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 怎么在wordpress后台安装GTN 如果我们用的进站平台是wordpress 我们就可以参考今天的这个教程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其他的进站平台 那我们就要在网上寻找其他的一些教程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 怎么在wordpress后台安装GTN 我们进入后台之后安装 可以通过安装google sidekit这个插件来 安装GTN 然后安装这个插件之后呢 我们进来setting这里之后 可以点击connect more services 然后点击这里 tech manager 然后我们点击set up tech manager 这里是没有账号的 那我就创建一个账号 因为我的浏览器 它已经登录了Google账号 所以它就会自动进来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选自己的账号名称 我们可以选自己的所在的国家 进来之后 这个是账号的名称 是container内 container内呢 一般它就是对应的我们的网站 一个账号呢 它可以绑定多个网站的 所以这里写的是网站的名称 我们就选择我们的平台 我们是网站嘛 就选择第一个web 然后点击create 这里会有一个条款 我们就点击同意下一步 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创建完成了 那如果我们用的是其他的平台的话 我们要按照这个的要求去 把这些代码添加到我们的网站后台 因为我这里是用Google它官方的一个插件 所以它是会自动安装的这个代码 我们就已经刷新一下 我们这个账号就会出来了 我们点击继续 我们这账号的话已经创建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如果我们用其他平台的话 就按刚刚说的把我们要添加的代码 添加到网站后台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 安装了GTN 我们先说第一个怎么追踪网站的一个流浪深度呢 我们首先来到GTN后台 我们点击这里 Variables 那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里 配置 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三个 对 但是这些的话都是系统它默认的一些变量嘛 那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选上 然后后续我们要再用的时候就不用再添加了 我们就直接选上 因为我们之后它的一个设置需要用到其他的 我们也是需要把它选上的 这是第一步 我们记得要把这些都选上 不然后面的测试可能会出错 或者我们的一些数据会丢失 对 我们把它选上 选完之后呢 可以擦掉 然后在这里等一下 左下角这里它会有一个roading跟saving 然后它就会在这里保存我们的一个设置 我们在这里等待一下 这里之后呢 它就好了 我们记住就是GTN的话 它任何的修改 我们都需要提交这里 我们都需要发布 submit它会成功的 不然它 它的一些更改它都不是 它都不会成功 比如说我们这里 想保存我们现在的设置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提交 点击 我们也是可以做 为每一次它 我们做的一个修改 做一个备注这样子 就方便我们之后看 对 如果不备注的话 就直接点击续就可以 好 我们做好这个之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这里 wordspace这里 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选择这里 triggers 我们要创建一个出发器 点击new 我们点击这里 我们往下拉 拉到这里 scrolld 就是滑动的深度 就是代表的 就是我们网页 它的一个浏览深度 意思就是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网站页面嘛 那往下滑滑 这里这里会有一个进度条嘛 然后这就是它说的深度 网页的浏览深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比如说我滑到最后 那它就是百分一百分之一百嘛 那滑到一半呢 就代表它 它的浏览深度是百分之五十 对就是这样 这个意思 那我们回到这里 比如说我想定一个啊 浏览深度是百分之五十的 怎么设置呢 这里会有两个 我们刚看到我们的网页 一般是垂直的嘛 网上网下降滑的 那我就选择这个垂直的 在这里填百分比 比如说我要看一个百分之五十的 那我们就选五十就可以了 这里也是可以设置啊 这个就是选这里默认的 这里触发的条件 我们可以选择所有页面 也可以选择某些页面 但是啊我们一般建议选 所有页面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命名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命名这样子 点击保存 下一步的话 我们来到Tags这里 点击New Tag Configuration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 GA4 Event 就是GA4的事件 然后我们选择这里 我们选择 因为我们这个啊 GA它不是通过GTA来装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里 第二个手动输入我们这个ID 那我们怎么找到这个ID呢 来到GA4的后台 然后我们点击Emit 然后我们点击Data Streams 然后再点击这里 然后呃这个就是这个ID Meshment ID 然后我们点击复制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 然后把它填到这里 啊然后这里会有个Event 加一下 参数可以跟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把复制 然后粘贴 然后在这里选这里 有个加号 我们点这里 这里之后呢 我们往下滑 滑到选择这个Scroll Deep Freshhold 点这里 那前面这里就配置完成了 到这里 Triggering这里 我们选择刚刚设置的一个Trigger 就是这个刚刚设置的这个 点击这里 我们可以给它命名 我们可以命名 啊 这个名字是给自己看的都可以 比如说页面 滑动50% 然后我们再点击保存 我们创建好之后呢 这个其实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们要做一步 就是要检测这个代码 是否安装成功了 我们怎么去检测呢 我们可以通过 右方这里 Preview 通过预览这里 我们点击Preview 在这里输入我们的网站的网址 在这里说一下 因为我这里 我是管理员 要登录了后台嘛 我们这后面做的一些测试 可能会 因为我们这个登录后台而影响 我们所要 把这个退出 我们要把Wordpress后台先退出 不然我们做一些测试 它可能会影响 有影响 对 退出之后呢 我再刷新一下 好 我这里的话就已经退出了 我回到GTN这里 我们刚刚说预览嘛 我们要把 专的网站的其中一个页面进去 放进去 因为我们设置全 是全部网页都会出发嘛 放到这里 点击这个Connect 它就会自动跳转到 我们要测试的页面 我们就这里也会提示 说我们这个已经连接成功 我们就往下滑 应该设了50%嘛 那我滑到一半 我们再回到这里 点击这里 这里就是它有个东西在闪的 点这里然后点击继续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 它是没有被触发的 我们回到这里之后呢 它触发的话 都会在上面这里 没有触发就会在下面 我们再测 再测一下 因为刚刚可能是因为没有退出 让我们把它擦掉 我们再测一次 往下滑 点继续 好 这一次呢 它就成功了 那证明 我们这代码 它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 对 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 点击刚刚说这里的 发布 submit 我们也是啊 可以做一个备注 也可以不做 看自己的需求 点击 继续 好 我们这个事件呢 也就 安装成功了 怎么去最终网页的按钮数据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聚天后台 我们首先来到预览这里 点击预览 然后我们输入我们要安装按钮的网页 点击连接 我们找到我们要安装按钮它在哪里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装新墨这里 我们就会点击一下这里 点击完之后呢 我们回到这里 点击继续 我们来到左侧这里 可以选择link click 或者是click 如果有click的话 然后我们就点击变量这里 我来这里以后 我们找到这个click test click test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按钮 它的一个文本 还有我们点击按钮之后 它的一个网页 好 我们有这个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设置我们的那个按钮了 好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首先要去安装一个触发器 我们点击triggers 点击new 我们点击配置 我们选择的是这个click 下面的all elements 然后我们点击synclicks 我们在这里选择我们要设置的这个click test 然后contain 然后我们就找到我们刚刚测试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文本是cmore 然后我们复制 然后把它贴到我们这里 点击 张贴 在我们这样子的话 它就只会根据我们文本去追踪我们的按钮 那如果说我们还要想限制它在某个页面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右边这里添加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click url包含某个页面 那比如说包含的我因为这首页嘛 然后啊然后我这里页面可能它后面应该还有内容 但是我的网站呢没有搭建完成 所以它是没有的 那我们就根据我们测试它的一个实际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就要看这里link click 它就会包含什么页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添加 但是我这里就先不添加 对我们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呃限制我们在哪些页面会出发到这里的 就给它命名 比如说刚刚的那个按钮 run mode 要点击保存 保存之后呢我们就来到tag这里 那我们点击新键 选择 我们还是选择啊 J4 event 因为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J4去分析这些数据的 然后还是跟刚一样 手动 我们还是通过在这里找到我们的一个ID复制 回到这里 然后粘贴 这名称的话 它也是会在J4它的一个事件里面显示的 我们会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去写 也是不能有效果线 而不能有其他符号的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命名 我可以把它作为我这个 它总体的一个命名 tag的命名 然后我这里要trickling呢 还是会选择刚刚创建它的一个出发器 订阅 Learn more这里 然后我们就保存 这就设置完成了 我们还是要去测试一下这个是否正确出发 先把刚刚的关掉 我们还是点击preview这里 点击完的话我们要把那个页面放进去 点击connect 那么找到刚刚的那个按钮 点击cmore 再回到这里看一下 好我们刚创建的那个代码 它已经成功出发了这个 对 这个就已经设置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 设置好之后 我们要记得要点击 我们要发布这个代码 不然的话它不会在我们网站生效的 那么点击submit 还是继续 我们这个就已经完成了 对 刚刚有说到一个就是网页它的浏览深度 一个就是按钮的设置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实现 那最后的话我们还 分析数据的话还是要回到J4 那刚刚创建的事件呢 它都会在这里出现就是event这里 那它现在没有那么快 还是因为我刚创建的 所以它是没有那么快的 但是我们呢 我们可以在实时报告这里看到 我们刚创建的一些事件 我们回到这里report realtime 对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刚刚设置的那个 这个就是run more button 然后等一到三天之后呢 它的数据就会收集到这里了 你就可以创建一些报告 来实现我们的需求 对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explore 这里来创建我们想要看的一些报告 对 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会涉及到三个方面 一个是怎么在wordpress上面去装gtm 一个是怎么去安装代码去追踪 网页的浏览深度 和怎么去追踪网页上的一些按钮 最后呢 再通过jfo去把它的数据拉出来做一个报告 最后来分析网站它的一个数据 以达到优化网站它的一个目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